我們《多倫多青年電影節》 就是特別製造給本地的導演、本地的照片 對拍戲有興趣的年輕人 可以給他們一個平台來 帶給觀眾一些他們自己做的新鮮感的短片出來 我發覺我當初開始的時候 他們首先對本地的電影 都不是有很大的平台在外面 能夠給觀眾去參加 尤其是給一些未正式入行的人 我們就特別製造這個活動 給一些新一些的人 可能是沒有那麼多經驗的製作家 可以說他們說的故事或想拍的戲 是不會給一些大作品 不會有那種壓力 如果有任何年限或教育背景限 有任何必須要參加這個拍攝 我們電影節所有的導演 不是一定要有一個拍戲的背景 總之你是在安省三十歲以下 如果你能夠做到一個短片出來 我們會接受 很多來到青年電影節的導演 未必將會進入娛樂圈這行 或者未必會繼續 或者他們未必有拍攝的學歷經驗 但是有很多時候 他們第一次拍到一部電影 都是很出色的 我們又覺得很特別 應該給一個觀眾去看到 我們時時都會邀請很多這些年輕人來參加 我們知道這年是 這年是10年的FRIM Festival 你有想到嗎? 或是你覺得如何? 其實來到10年 其實都很奇怪 因為離巡不適說 人生有多少是10年 我可以說 做了這個電影節 比我更長 所謂去大學那幾年 差不多兩倍 所以是一個很大的學習的經驗 對我自己所謂的工作 都可以 可以說 可以說這個電影節和我一齊長大 和我一齊成熟 這意思 因為我由開始到現在 每一個觀察 每一個觀察 我第一次 好像說 怎樣選擇電影 來參加電影節 和現在我 怎樣選擇電影 是很不同的 有很不同的眼光 所以 我可以說 是差不多給觀眾一個 我成長的分享 就是這樣 好 所以 你可以說 給觀眾 歡迎他們 參加電影節 去參加電影節 去參加電影節 如果有些本地 30歲以下的年輕人 有興趣拍電影 以及能夠製作一個短片 出來 我們下年11年 很歡迎你們參加 所以我們平時 2月就會開 submission 然後到5月尾 那一陣子 如果你能夠做到一個 20分鐘以下的短片出來 我們很希望你們會 明年新給我們 我們想看